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莱克是一位45岁的苏军忠孝 身材高大 面容硬朗 而且还是个光头 属于那种浮井看着两眼目光的那种人 不过 这个外表凶恶的苏联人却很懂礼貌 吴幻章俄语很流利 对话中 他知道了这位忠孝曾经是麻湛山将军的参谋 好长一段时间都在敌后和鬼子周旋 而且 这位红军忠孝似乎颇为熟悉游击战 聊起敌后工作就没飞色舞 俩人聊得很投机 对于这个苏军忠孝吴幻章印象颇夹 自己作为首任兴安省长 奸人和担子很重 确实需要这样的人才帮忙 而这位帮助他恢复地方秩序的忠孝 就在斯坦尼斯拉夫 阿里克协耶维奇 沃普沙斯 1899年 沃普沙斯出生于立陶宛的一个小村庄里 父亲是一位湿地农民 靠在庄园里做马车夫维持生计 在沙俄社会里 沃普沙斯也处于广大的终身贵族中的一员 但是 他的父亲虽然地位卑微 却以赤不耐劳在当地闻名 同样是给人打工出力气 他父亲却靠着几十年如一日的节俭和勤劳 足足攒下四百楼部 准备自己开个小酒馆 生生卷营了一众的老虎大众 可惜的是 这个伟大的理想没开始就结束了 因为他的女儿被庄园主的管家相中 想要娶回家做小老婆 这事儿把老沃普沙斯气得欺笑声言 你老东西比我还大三岁 一副英雄笑貌长得万见俱灰的 你好意思骚扰我女儿 所以 老沃普沙斯果断予以拒绝 拒绝上级后 老沃被一轮又一轮地恶着 赔金就不少钱 乌鲁偏风连夜雨 这时候 被他寄予厚望的儿子小沃普沙斯也出事了 他的事儿倒不大 就是把老师给揍了 老沃虽然自己截眼的一分钱分八半花 却非常希望 儿子将来能不要像自己一样 过牛马的生活 而是早早地就供儿子去上学 小沃普沙斯在小学里成绩也不错 大有成为小作题家的潜质 遗憾的是 在最后一学年的某天 小沃普沙斯前作的两个女生上课六号聊天 愤怒的老师冲下了讲台 过去就给了小沃普沙斯一耳光 打他耳光的原因是 他觉得这两个女生说话是他勾的的 说起来可能是小沃普沙斯平时上课也是嘴贫 如果他像我一样沉默寡言的话 老师绝对怀疑不到他身上 被打懵的沃普沙斯也没多想 完全依靠直觉的记忆回应 他跳起来把耳光还给了老师 然后一路烟的转回家了 这种马歇埃行为很快传遍的学校 老师准备开除他 老沃四处托人又花掉不少钱 总算保住了儿子的小学学位 这三个字 老沃的家底基本也就花光了 创业想法彻底破灭 无奈的老沃只能把儿子女儿一起送到莫斯科打工 老家养不活你们了 你们作末片自谋生物吧 大女儿在莫斯科很快成家 成功落脚 而小沃就悲剧了 他年龄不大 而且一个小学学位在莫斯科能找到啥向上工作 只好轮开搞头去挖地沟 被公头欺负 被警察欺负 继续了终身贵族的命运 在贿赂警察给了办户口的过程中 由于警察的疏忽 把他的信任沃普沙斯给拼成了沃普沙索夫 好家伙 这墨片当的把名都混丢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 十月革命时 沃普沙斯如何选择 大家可想而知 1918年秋天 他加入红军 开往白俄罗斯 跟白军在物理上打成一片 在1919年初 英勇的沃普沙斯迅速被连长发现 他发现 这个小伙子有特长啊 他居然识字 而且有小学位 现在红军部队就是缺人才的时候 你这种高台生 别在前线天真毫了 你去后方神造 准备将来当政委吧 于是 沃普沙斯被举荐 去了斯莫勒斯克的军校报道 半年后他完成学业 强烈要求回老部队 却被上级拒绝 而是被分配到 正在苏波战争前线的 第17步兵师 让他当连指导员 可是没过多久 一项更重要的任务 就找上门来 在苏波战争中 沃普沙斯的部队 驻扎在白欧洛斯 经常跟波兰军队交换意见 此时 他已经展现出了 自己的老硬币本质 相比于其他部队 沃普沙斯的部队 不喜欢正面交战 而是擅长投袭 他们经常把波兰小谷部队 右进森林围间 或者等他们通过 风洞的河面时 直接扎兵 这种瘫中捉鳖 上方抽屉的战术 效果很好 在敌后打游击 这绝对不是什么好差事 特别危险不说 而且还是无后方作战 立功还是被捕都没人理 所以普通人都不愿意接这个活 可是 沃普沙斯完美地继承了 父亲亲老肯干的性格 他从不挑活 领导说了 他的老硬币打法 肯定适合游击战 而且 你老家就在立陶宛 对那边熟悉 你干这个活最合适 于是沃普沙斯也没争辩啥 挑了20个战士 就在1920年4月出发了 但是 出发以后就悲剧了 悲剧的原因 倒不是沃普沙斯水平不行 而是因为 打游击这件事 是要有群众基础的 而他虽然是立陶宛人 但这个地方的老百姓 显然不可能会配合他 原因是 从19世纪沙俄 吞并立陶宛开始 立陶宛就是以反俄而闻名的 苏联成立后 这种感情则更加强烈 所谓阶级投民族恨 互相叠加 所以 后来二战爆发后 立陶宛人在1944年 还在组织军队支援纳粹 没了殉葬的风险 也不愿意受苏联统治 敌意可下而止 因此 沃普沙斯在当地的游击工作 几乎一步一个坑 到处都有人举报他们 折腾到1925年 苏俄内战和各国干涉早已结束 莫斯科感觉大势已定 才把灰头土脸的游击小队招了回来 虽然工作成果不算卓注 但苏联并没有亏待沃普沙斯 回国后就给他安排到一个企业 当财务主管 待遇很好 可是新工作板凳还没做热 组织上又给了他一个新任务 休莫斯科福尔加运河 从国企主管到工地大猛子 这个调动一般人都不会接受 但沃普沙斯毫无怨言地同意了 从1930年开始 老郭就开始一门歇斯挖运河 他身上的战士色彩越来越淡 工人属性越来越浓 可是就在都快成优秀包工头时 1937年 佐治又一次找上他 给他找了个新工作 新工作与旧工作倒也区别不大 你之前不是挖运河吗 现在去西班牙帮国际纵队训练战士吧 面对新的任务 从不调伙的沃普沙斯 依然毫无怨言 很快抵达了西班牙 努力训练西班牙共和军和国际纵队 可是 虽然他的训练水平总高 但依然无法挽回大局 西班牙共和军兵败如山道 他只能跟着大部队 从马特里撤退到加泰留尼亚地区 这时候 他想起了一个特别要命的问题 这帮大哥离开马特里的时候 光顾着跑路 所有的人员档案还留在马特里 这个名单落在弗朗格手里可就糟了 此时沃普沙斯没有等到上级分配任务 而是主动承担了这项九死一生的责任 他把身上所有的钱 都交给共产国际书记处 然后单枪匹马地回到马特里 问军从中取人员名单 赶在敌人到来之前 烧掉了所有人员档案 挽救了无数西班牙共和军的战士 回到苏联后 沃普沙斯没有任何时间休息 因为上级看到了 他在几次任务中的出色表现 本着好用就可劲用的精神 把他派到了芬兰 此时苏芬战争已经开打 上级让他去干老母堂 去芬兰后方打游击 实际上 这是个极其离谱的任务 因为在立陶宛打游击 顶多是当地百姓不配合 可是芬兰则是压根儿没有老百姓 那地方冰天写地的 只能看北极圈茨牙 根本没有打游击的土壤 沃普沙斯一到芬兰 就被芬兰军队发现 被追着屁股打 一路软到瑞典边境 人家瑞典也驱逐他们 就这么在两国边境 左右横跳勉强生存 好在苏芬战争打了 四个多月就结束了 但此时的沃普沙斯 想回国都不可能 因为他已经软得太远 苏联根本接不到他 无奈之下 他只能命令队伍 就地化整为零 准备去瑞典首都斯德格尔摩 在那里做船回国 过了一阵子 等到游击小队好 不容易在瑞典首都集合完毕时 却发现这国是更不好回的 因为此时欧洲发生了一个大事件 巴巴罗萨行动开始 1941年6月 纳粹德国对苏联 发动了全线进攻 10月沃普沙斯等人 终于千辛万苦地 爬回了莫斯科 此时他的上级 已经顾不上慰问他的九死一生了 他几乎一刻没有休息 就被编入了一线部队 11月7日 他和战友在红场授阅 然后直接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 等战况刚刚好转时 他又接到新命令 回总部报道 几年来 不断被上级安排小惊喜 莫普沙斯早已习惯了 他回到莫斯科 领导开能见山问了他一个问题 乌克兰还是白俄罗斯 你选一个 莫普沙斯明白 不用说这又是派我去打游击 想都不想就回答 白俄罗斯吧 那边我熟 领导对这个决定很好奇 他表示 乌克兰毕竟气候好些 你为啥要去白俄罗斯呢 莫普沙斯为领导的关怀逗笑了 表示领导你这个担心 属实有点大可不必了 打游击有条件好的地方吗 九死一生的工作 气候对我有意义吗 无非就是看大野猪刺牙 还是看傻薄刺牙呗 芬兰我都挺下来了 白俄罗斯算个啥 说吧 给我多少人 御书机啥时候起飞 听到这句话 作为苏联将军的领导 脸上露出了一些 不合画风的娇羞 他说 人我可以给你30个 你随便挑 但是吧 前线战况太紧 敌后封锁太死 所以别说运输机了 连卡车都没一辆 你们只能腿的去明斯克 你挑人的时候 带那些有战斗经验 能当军官的人 白俄罗斯那边 有不少敌后游击队 你带的人到那 要当军官用 告诉你 你最多损失一半人 不然没有你好果子吃 到了那也没啥特别的任务 你应该很熟 整合当地游击武装 好好练练 拧成一股绳 打法一丝 而且领导表示 到了那边以后 很难安排物资供应 你出发时多带点吧 我这还有5000马克 其中2500是真钱 你跟老乡买东西的手用 2000是假钱 你留着糊弄到过位好了 即使条件如此不利 沃普莎斯也没在争辩啥 他挑了30个精锐战士 撑开雪板就出发了 他没有直接向西 而是先带着部队 向莫斯科西南方向的 巴索金地区开进 之所以没有向西 是因为此时 莫斯科西边上百万苏军 真的和德国中央技能军群 共相胜聚 他们这30个人放进去 手时有点大可不弊了 到达巴索金后 当地红军为了配合他 在纳粹防线上 撕开一个小口子 成功把这支队伍送了回去 然后 沃普莎斯多年的游击经验 就体现出来了 他在突破防线后 精准地把握了 纳粹的行军路线 带着队伍沿着德国中央 级集团军群和南方 集团军群之间的缝隙 向西行军 一路到达了叶利尼亚 才猛然向西北掉头 由于对德军太实的出色把握 这支小部队居然奇迹般的 在德军重命把守的 沃普莎斯的路线 避开了德军的所有阵地 到达叶利尼亚后 只要向西不远 就可以进入白俄罗斯 但此时的沃普莎斯保持了冷静 因为他发现 这条路线多是广袤的大平原 不利于隐蔽行军 所以 他决定再次绕路到北边的 念伟利斯基去 利用地形的掩护 成功课进了白俄罗斯 城建制在敌后机动上千公里 这对于任何部队 都是九死一生的任务 可是在沃普莎斯的带领下 这支几十人的苏群小队 居然没有发生一场战斗 沃普莎斯就这样 以神奇的行军路线 把这支队伍毫发无损地 带到了白俄罗斯 1942年4月8日 沃普莎斯带着小分队 与一支白俄罗斯的游击队会合 这次他们准备整狠活了 在之前 沃普莎斯的游击斗争 一直不成功 是因为他参加的都是 立陶宛、芬兰等地的跨服匹配 可是当他回到了 有着优秀匹配机制的 苏德战场时 他将证明自己的实力 在明斯克的乡下 沃普莎斯用电台汇报莫斯科 我已到达白俄罗斯 人员损失 零 然后 他跟菲律宾的费迪格一样 准备先开一场游击队大会 他向白俄罗斯各大游击队传信 邀请他们来参加代表大会统一组织 会议地点 卢卡舍夫村 关于这次游击大会 沃普莎斯首先要做的是 先把会场打下来 是的 在他发出号召时 那个村子根本就不在他手里 事实上 纳粹对苏联占领区的统治 跟鬼子在华北差不多 他们的管理只能勉强覆盖城市 城市以外的乡村 则大多只能依靠二鬼子嘛 抵达卢卡舍夫村后 沃普莎斯问过当地人 那里并没有纳粹的队伍 这才决定把会议地点定在那边 但是 这老哥毕竟打了十几年优击 为了闻合考虑 他还是决定先派个人 去村里打探下消息 他本人则带着队伍 看到这种下钩钓鱼的局面 沃普莎斯DNA都动了 他回想起来 当年在树林里埋伏波兰军队的情景 赶快向天鸣枪 实际侦察员往林子里跑 几个乡下保安队 对于村外广袤的树林毫无警惕 他们惊讶于 这个赤匪居然有同伙 这种满意送一个好事不能错过 一路一路地绝了过去 然后他们发现 赤匪确实有同伙 只不过数量可能比想象中多了一点 几个二鬼子保安员 就这样成为了沃普莎斯 在白俄罗斯的第一批战绩 沃普莎斯顺利地拿下了村子 一周以后 明斯克地区的游击队大会如期举行 对于沃普莎斯来说 这是一场让他印象深刻的大会 印象深刻的原因是 敌户游击队在启明上的创意 属实让他小刀拿屁股 给他开了个大眼 这些队伍大都由苏共党员 或者打散的红军战士领头 有些则是当地人自发组成的 来参会的队伍里 正经一点的 有共产主义支队 或者布尔什维克支队 而知识分子多一些的 有的叫真理报支队 或者火星报支队 有些队伍的名字 还有朴素的美好期望 叫做打倒希特勒支队 还有比较中二的叫做无敌支队 但是沃普莎斯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支队伍的名字 他完全无法归类 叫做失败支队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这个名字的动机是什么 可能是见证好养活吧 在会上 他向游击队员们宣布了 来自莫斯科的日命书 也讲述了当前的形势 告诉大家 别相信纳粹的谣言 首都并没有失守 斯大林同志就在那里 我们百分之百会赢得胜利 同时 他把带来的队员们 分派给各队伍 让大家开始正规训练 统一指挥 过了一段时间后 沃普莎斯就发现了 手下队伍人不多 那的确都慢事 在白俄罗斯打游击 那舒服大了劲 苏军在当地有扎实的群众基础 依靠明斯克周边的森林 定义飞台 只要你下乡 一万滚滚来 沃普莎斯的外围游击站 顺风顺水的 持续到1943年4月 莫斯科那边给出一个命令 命令他把纳粹在白俄罗斯的主管 威廉·库贝弄死 这个德俄鬼的手上有雷雷血债 在明斯克多次主持 针对犹太人和苏共党员的屠杀 必须尽快把他干掉 对于这个命令 沃普莎斯坚决地执行了 他命令各队伍开始准备刺杀 刺杀的方式也非常的俄罗斯 就是扣炸弹 第一个出手的 就是那支失败支队 他们打听到库贝 会在1943年7月22日 在明斯克剧场看演出 于是启动了内线 把座椅里安装了炸药 结果 失败支队果然失败了 库贝那天临时有事提前离场 不过好在行动还有点小收获 就是炸死了70多的纳粹官员和士兵 9月6日 沃普莎斯亲自出手了 他们打听到那天库贝会在食堂 验请当地党卫军全体军官 沃普莎斯派人在宴会上 送进去一只塞满炸弹的文件包 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天库贝居然搁掉了 自己发起的宴会 成功躲卧 换来的结果 就是明斯克党卫军的36名头目 全体毕业了 极限一换36了 正当沃普莎斯为刺杀失败而郁闷的时候 一个好消息传来 事办成了 因为他们当时发起的是饱和式刺杀 为了实现同一个目的 各支队伍各显神通 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目标 9月22日凌晨1点 护卫被炸死在了自己的卧室里 动手的是游击队 埋伏在他身边的女仆叶莲娜 这场成功的刺杀让纳粹震怒了 在过去 纳粹在游击队比较活跃的时候 就会组织惩戒猿援征 集中优势兵力 清剿城市周围的树林 但每次被沃普莎斯 吃掉几个小队后 也就撤回城里了 但1943年秋季这次 沃普莎斯的惩戒猿园征 就完全不同了 德军拿出15000多人的兵力 趁着落叶祭 对密林展开地台式搜索 并且在各村庄定点驻扎 游击队立马就吃了大亏 面对新形势 沃普莎斯立刻改变了战术 他下令所有游击队 立刻向外围撤退 逼得德军扩大搜索圈 不要怕他们人多 只要搜索圈扩大 就一定会出现空隙 包围缝隙很快出现了 沃普莎斯找了个空子 带着自己的直属人马 一头扎了进去 不过他没有去纠缠德军部队 而是立刻根据新形式 在战略上进行动态调整 直奔明斯克 此时明斯克乘防空虚 沃普莎斯连续炸掉 十几辆军用列车 顺便把德军的军用意愿 也给扬了 同时他发现 德军在明斯克的弗洛西州 工厂存放了大量坦克 缺乏防空力量 沃普莎斯立刻给莫斯克紧急发报 要求他们轰炸此地 他们在一个夜晚 德军吃了大亏 赶快撤回城内 而沃普莎斯预判了纳粹的预判 赶在大部队回城前 跳出了封锁圈 顺手还灭了 回城德军的殿后部队 到了1943年11月 纳粹的秋季承戒远征 彻底失败 只能继续归缩在 几座大城市里苟着 本来是为了扫荡别人的 纳粹大部队 在沃普莎斯手里 却自身难保 因为沃普莎斯的原则是 只搞偷袭 绝不刚正面 就注定成为战场上的失败者 而如果能把握 活战场的环境变化 灵活调动部队战斗策略 反过来利用战场的地形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几百对一万也能轻松拿捏 如果想像沃普莎斯一样 用活策略活战场 以几百兵力拿捏几万的敌人 可以下载游戏 重返帝国呀 重返帝国深度还原战场灵活体验 我进游戏三天 成功把每一个小树林 变成敌人的致命盲区 战场的走位由玩家自己及时调整 边打边跑 蛇皮走位放风筝 结合多方位工程 像明斯克攻防战一般 用小部队勾引 大部队偷着他老家 遇见敌人有增援 还能立刻掉头突袭 战斗过程全程展现 让玩家掌握了更多决定胜负的因素 玩家随时介入战场 战斗策略完全活了起来 现在作为一位实辣实的玩家来说 游戏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之前我也玩过一些SLG游戏 玩法大多都是走格子要铺路 地形战术也开发的不多 而城管帝国最大的亮点 就是你可以及时操作战斗过程 游戏内战场的自由度非常大 可以率领军队自由行军 整体对抗机制都是灵活多变的 遇到敌人突然袭击 就可以用一场游击战来与敌人周旋 及时改变行军路径 操纵军队躲到草丛里 一边打一边风筝敌人 灵活地调用我军资源与敌方拉扯 对战局的最大掌控权都握在玩家自己手里 最重要的是啥 这游戏还不卖资源 胜副手完全取决于谁对活战场吃得透 大家有兴趣一起来建立通辽联盟呀 本来沃普沙斯以为随着红军反攻 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但是他错了 1944年6月 苏联红军白俄罗斯第三第一方面军逼近明斯克 大量前线撤下来的德军也被挤压着向明斯克靠近 由于明斯克地区的兵力充沛了起来 德军再次发起惩戒言证 适同利用大军绞杀游巨队 但是糟糕的是 沃普沙斯接到莫斯科的命令 要求他必须保住明斯克斯鲁兹克公路到6月10日 因为罗克索夫斯基的部队也需要那条公路 这次沃普沙斯别无选择了 他搜罗了能赶过来的所有游击队 总算凑出了5000人 与纳粹的大部队硬碰硬 战斗从1944年6月3日清晨大下 一个上午游击队就打退了纳粹12次进攻 双方都伤亡惨重死战不退 恶战持续了4天 纳粹的攻势终于开始减弱 明斯克地区的游击部队就地准备整编 纳粹的统治就要被粉碎了 接到电报后 战士们狂奔着冲出煽动 疯狂的咆哮庆祝 这场战争我们就要赢了 1944年7月3日明斯克解放 10万德军烟消云散 7月16日星期天 沃普沙斯的游击队 在这座仅残存70座建筑的城市里 举行了胜利游行 在这里 沃普沙斯终于交出了人生第一次胜利战报 从1942年4月到1944年6月 他带领约军队消灭了1.4万纳粹德军及其普通军 两次让明斯克内 党民军保安处军官集体毕业 完成了57次重大破坏任务 摧毁187列火车 引导空军供炸毁722辆坦克 真正的攻击卓著 他回家的战士很快被并入主力空军 跟着大部队指导波林 可惜的是 沃普沙斯没有获得这种机会 他又被调回了莫斯克 1944年11月5日 沃普沙斯正式被授予金星勋章 成为苏联英雄 他那位希望他摆脱牛马生涯的父亲没想到 小学毕业的儿子会在日后获得最高的军事荣誉 以一种从未想过的方式实现了父亲的愿望 随着八月风暴行动的展开 莫斯克准备把沃普沙斯派到中国东北 看看能不能也打尔游击什么的 可惜的是 日本关东军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还没等他准备好 那时候鬼子直接崩溃了 由于没让打 沃普沙斯北临时派了一件外交活 负责协调红军和地方官员的关系 而且他还干得不错 帮兴安省的创建做出了不少贡献 二战结束后 莫斯克的领导又给他找了个新伙 既然你打游击挺牛 那么反向操作如何呢 立陶宛那边的反苏武装森林兄弟闹得挺凶 你去镇压他们吧 所谓森林兄弟 是立陶宛当地为了反抗苏联组织的游击队 这群人作战意志很顽强 又有当地百姓支持 苏军大部队清剿效果一直不好 沃普沙斯去了以后软硬坚持 一方面给出路 只要游击队愿意交出武器 一例予以赦免允许回家 但森林兄弟对苏军毫不手软 对立陶宛本地人也不手软 1946年 他们一年之内杀掉了600多苏联军径 却杀掉了2000多与苏联合作的当地百姓 所以 沃普沙斯的软性攻势效果并不明显 而硬的办法则是靠着部队搞围剿 封锁森林兄弟的物资等等 但几年下来依然效果不明显 在立陶宛本地人和外国的支援下 森林兄弟依然支撑 最终1948年 忍无可忍的慈父出手解决了这个问题 几十万立陶宛的社会敌对分子 被慈父安排了一下 一部分去了西伯利亚 一部分给安排了古拉格大酒店行政房 游击队的土壤彻底消失 1953年 森林兄弟终于效忍 这时候 折腾了一辈子的沃普沙斯 也终于支撑不住了 1954年 沃普沙斯正式退休 回到莫斯科休养 在退休后 他编写了 在愤怒的土地上 游击队边缘室 和令人不安的十字路口等多部作品 成为了二战游击史上的重要著作 1976年11月19日 沃普沙斯在家中黯然去世 享年77岁 1990年 他和金菲尔比等著名人物 被孙联政府一起印在了纪念入票上 不过 他出现在这个系列里 还有另一项特殊的意义 沃普沙斯在中国的援助单位 是新成立的兴安省 这个省是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成立的东北九省之一 在沃普沙斯的帮助下 苏联给兴安省援助了一大批物资 让该省得以安置大量的日军战俘 为维持治安做出了巨大贡献 兴安省下辖兴安 呼伦贝尔 纳文牧人 哲里木等四孟 而其中的哲里木猛 在后来的日子里 被叫做通流